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好拍檔周浩鼎律師 我的議員同事 跟大家分析一下最近一宗熱門案件 就是爆眼淚那宗司法覆核的上訴官司輸了 說他有錢請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幫他打 但也輸了 我就找Hoden想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他告什麼 為什麼輸了多少錢 原來他有錢請夏博爾是因為發援給錢 發援究竟為什麼要給錢有什麼問題 今天一次過跟大家詳盡分析 希望大家多了解香港的司法情況和司法問題 節目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點留言分享 給多點意見我們 有問題要問 周浩鼎律師就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一一解答 阿鼎 這宗官司其實是全城轟動的 沒錯 很受關注 這件事件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這件事件當年就是炒起了整個黑暴的事件 我想詳細情形大家都聽我們講過 也都明白那個事件的因由 現在問題就是出現了 他去打這個司法覆核 其實是打什麼呢 還有其實他這次上訴些什麼呢 還有為什麼會輸呢 首先從最簡單的背景 開始跟大家說 大家記得 白眼裡的事很簡單 就是他自己聲稱 在這個抗爭的現場 他指控是警方當時發露袋彈 打傷他 但是呢 其實有一些證據 根本顯示出來 他根本就不是為警方的露袋彈所傷 而相反呢 可能是被抗爭者自己的武器 所攻擊受傷的 變出來講 當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我自己記得呢 我都上過一些外國媒體接受電視的訪問 都有講解過這些觀點的 就是因為那些外媒一面倒的說 是警方用露袋彈打 但其實就不是 現在人家就說 根本上是抗爭者那些攻擊武器 傷到他的而已 那你就老屈警察 那那個就是本身的背景 那這宗案呢 一直在調查的過程裡面呢 爆眼裡很明顯 根據所有的新聞見到 他都是拒絕配合 很不合作 很不合作 其實完全是不肯提供任何的資訊給警方 那警方無可奈何呢 當然他就需要 為了案件的調查 那麼當然 警方其實就按足規矩 去裁判處裏 就去拿這個申請搜令 那申請搜令 那當然大家知道 在法律程序上 如果你要申請一些醫事報告 那其實就著那個刑事調查 去進行這些工作 那都要拿手令去進行 那警方就按足規矩 那警方就按照規矩 如果不是醫管局不會給 任何病人的病歷出來 沒錯沒錯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究竟爆眼裡所謂何事呢 他又不是去反對 別人去申請那個醫事報告 他只是執著一個點而已 他就說警方沒有向他提供 那個手令的副本 就是這麼多 真的摸不著頭腦的 他就拿這個觀點去做一個司法覆核 那好了 上到今次的上訴庭 基本上來說 上訴庭的法官說得很清楚 他就說第一 其實你絕對有合法的其他途徑 去反對警方去拿這個手令 他一樣可以用JR的途徑 司法覆核 去阻止警方 或者反對他拿這個手令去拿醫事報告 但是你不選擇這樣做 竟然就一句就用一個觀點 就說呢 因為警方沒有向他提供那個手令的副本 就是芝麻綠豆 芝麻綠豆的東西 芝麻綠豆的東西 然後就去提出這個司法覆核 你問我呢 你說摸到頭腦 我覺得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拖得就拖 沒錯啦 就是找東西來搞 好了 那個官也都很精警的 其實除了那個官也都扮他 就是說你芝麻綠豆用過這樣的理由 你又不是沒有其他途徑去做這個反對 為什麼你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這樣的JR 還有啊 最搞笑的就是代表他的律師 就是Paul Harris 就是夏博爾 和他在他的團隊 在這次的官司裡面 當那個官員問到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 就是你這個手令副本有多重要呢 他的表述就說 我因為沒有看過這個手令副本 我不是很知道 究竟怎樣去做那個相關的JR的司法法 去反對他拿那些醫事報告 一個資深大律師 沒錯啦 這個就最令人感到滑溪 就是連那個法官都覺得 不是很頂得順啦 在判詞裡面都說 這個真的不成立的 你根本就知道 你說你沒有看過那個手令 但是你根本就知道那個手令是申請些什麼的啦 是的 就是那些醫事報告而已 這麼簡單 所以那個法庭是完全不接納 夏博爾和他的團隊這種說法 最後呢 當然就是判這個法案裡 就是敗訴的 那敗訴呢 就當然啦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都大家知道 如果你敗訴 通常我們香港的官司 如果你輸你敗訴 那你就輸了重費 那現在這次呢 又要看回 霸女自己本身呢 她就申請了法援 申請了法援呢 就她自己要找夏博爾那條數啦 現在重要呢 就是輸重費呢 當然是要找到警方 警方也有請大律師 請大律師 沒錯 就是兩邊的數 都要找的 但是她申請了法援 那不是她找 那就是法援找 是啊 所以因為 因為這裏都值得和大家講 有多一個觀點呢 就是都要給大家知道的 其實在這個判詞的 最後的一些部分呢 那個官都有一些評論的 那個官的評論呢 就是特別是對夏博爾 和她的團隊呢 都作了一些的批評 那什麼批評呢 阿鼎就告訴大家 就是簡單講 在這個整件案件裡面呢 其實夏博爾 就在她那個 Skeleton Submission 就是她那個陳述裡面呢 就突然間呢 就指控這個警方呢 就add in bad faith 就是中文就是說 是不懷好意 是惡毒這樣的形式 就是簡單講 就是指控警方 是不懷好意 心懷不軌 去做一些舉措 去申請一些首令等等 就是這樣的指控 但是呢 那個官也都表明 這個呢 就是夏博爾和她的團隊 突然間殺出來的說法來的 簡單來理解就是說呢 在整份的法庭的文件 包括那個form 86 就是我們說叫做 表格86 如果做過司法覆核的律師 就一定認識的 就沒有提點的 這個表格86 就是最基本 是你做那個司法覆核的申請 最基本的文件來的 還有就算K那份的 就是八萬女 那個人的誓詞裡面來講 誓章裡面來講 都沒有提及過 對警方指控他們的 那個所謂不懷好意的指控 沒有的 那突然之間呢 就跳出來 整個這樣的陳述去誣警方 那個官就覺得 擺龍靈抹黑啦 擺龍靈抹黑啦 是的 什麼之餘呢 還不公道 因為你這樣突然之間 走出來殺出來 警方又沒有得 準備啦 你沒有得準備好 去做一個的反駁 那其實在香港的法庭呢 過去我們的司法的制度裡面 都很公道的 因為你們兩邊 大家互相要交換對方的 Skeleton Submission 那個陳述啦 之前的事情 要大家講清楚 好完這些觀點 你不會突然之間殺一些東西出來的 要不然很不公道 是啊 真的不公道 但是正正呢 夏博爾和他的團隊 就是犯了這個 這麼基本的毛病 他竟然打毛波 就是在自己出來的陳述 突然之間殺出來 就老屈這個警方 不公道很厲害 百分之百打毛波 之前你又不寫 在你那份表格 八十六 等人家沒有得準備 沒有錯啦 就沒有得跟你辯論 沒錯啦 那這個呢 那個官都覺得非常之不正 就扮了他的 所以呢 在這件事上面來說 我覺得呢 K爆眼淚 就當然輸到一排塗地啦 但是有個觀點 就正如很多觀眾 可能都會問的 就是 喂 這樣搞錯 發援這樣都批給他的 而且夏博爾 代代平安 是啊 現在不知道的 可能幾十萬到七位數字 都有機會 我覺得一定要啦 因為資深大律師 還有不是只有自己一個 整個團隊去幫你打這個官司 由申請司法覆核去到現在上訴 誰買單呢 結果都是納稅人買單 所以呢 白眼淚輸了的官司 輸到一排塗地 但是夏博爾就代代平安 那我覺得呢 那這裡呢 都指出一個觀點給大家 就是很多人很生氣 就是為什麼法援會批的呢 是 真的 其實呢 老實講法援呢 大家知道呢 就是其實法援批核的任何支援 基本上都是看經濟審查 是的 還有看一下那個案情 究竟有沒有merit 意思是那個案情 是不是值得支持的 就是有沒有一個勝算 說真的 如果你根本亂來 不應該支援 但是其實 如果我們看回這次的官判出來的 那個判詞都寫得很清楚 擺明的理由就很牽強 芝麻綠豆 硬硬說 因為你的首領沒有向我提供過副本 所以我就要司法覆核你 但是你根本有絕對其他的途徑去做這個司法覆核 包括你可以去司法覆核那個當日警方去拿個首領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你不做呢 結果用一個芝麻綠豆的方式去處理 結果就浪費了一些時間 浪費了一些費用 我覺得法援都其實有一定的責任 法援亂批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你看看郭卓堅 這麼多單 去到最後實在太離譜了 他才開始禁止他說不批 但是回頭 除了法援為什麼批之外 我覺得這個上訴庭 都為什麼會批他有得打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申請司法覆核的時候 第一次就已經是禁止了他 不批他申請司法覆核 他就打到上訴庭 既然上訴庭都見到這麼芝麻綠豆 其實根本就不應該開庭去審 到時候都禁止了他 其實呢 有這麼說的 很多時候我們做司法覆核 首先就好像你說要拿核准 核准就 其實過去法律界都有些評論的了 大家都覺得其實有時就 那個庭都比得比較鬆的 有些都是比得比較鬆的 有時我們甚至乎知道 就是所謂我們說 Application for leave filing out of time 英文這麼說 中文就是 過了時間去申請核准 有時都給的 法庭有些 他有他的一個所謂的 著情權在裡面 不過就解答E2你的問題 就可能是 當時可能法庭給這個核准的時候 都給的比較鬆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起碼打完出來 就還回公道給警方 就真的不要讓他亂來 但就浪費了我們 浪費了我們流水人的錢 和公託 最慘是便宜了 我覺得可能很多市民不強 就是宜了夏博義和團隊 是的 因為他就代代平安 其實整件事 是不是 那個扮運女就輸了 警察被人抹黑了 那間官司拖這麼久 市民又不知道真相 是不是 那就影響了香港 整件事 其實只有一個贏家 就是夏博義的團隊 他就代代平安 如果當初發援不批 可能就已經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他不會自己被閃打 如果上訴庭不批 他都不能打 其實司法覆核的個案 排隊排到鬼這麼長 現在幾千單Taste 塞住了 假難民的案件 其實司法覆核 上訴庭 這些是不是很有空 這些 這些芝麻綠豆的案件 一個不合理的司法覆核 他都批給他打官司 我都覺得這些標準 不知道誰定 我想都是很多 過去有很多慣例 不過我覺得 經常都說 在處理這些個案當中 是否有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規矩掌緊 說真的就不會去到這樣 是的 所以發援有問題 其實是時候要改革 還有司法機構 都應該要再看看自己 現在正一個運作流程 我們提議的司法改革 希望他們都認真想想 認真去想想 不要閉門服居 是的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隨時留言告訴我們 多點留言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多點Like 多謝多謝分享 拜拜